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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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第一家门市是在台湾的淡水 然后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 它现在在全球已经拥有了超过1900家的门市 包括说它在全球 覆盖了全球大概70多个城市 然后主要是中国大陆已经超过了1500家的门市 富含了像北京 广州 上海 成都等主要大城市 并且在国内现在会以每天超过一家的门市的增长速度在增长 然后的话包括说像海外的话有很多据点 像在美国 南非 韩国 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计划的话就是要拓展一下 关于说像北美这边的市场 然后还有像欧洲 纽澳等地的市场需要做进一步的拓展 说了这个Coco的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然后以是个非常迅猛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 去扩大它的经营范围 大家还不知道这个Coco是经营什么的 Coco主要是以卖奶茶类为主 当然了里面会包含很多的果茶 新鲜类的水果也包含在其中 对 然后想补充一下 刚刚的话 其实的话Coco Duker是全球最大的茶饮品牌连锁的店 那其实说到这个奶茶店呢 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知道 在我们多伦多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奶茶店 不同品牌 不同种类 主打不同这个明星产品的这样一些店 那么想问一下为什么还要在这种纷繁复杂的这个奶茶店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区域里面去 去再去 不能说躺浑水了 但是确实是一个这个不小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压力 为什么去选择引进Coco呢 因为首先我自己在以前在国内的话就非常爱喝的Coco 然后我相信和我一样的年轻人的话 有一大部分的人是非常爱喝Coco的 其次的话 随着近些年来加拿大的新移民越来越多 然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越来越多的话 我相信说在这个的话会有一定的市场 我相信说所有的以前在高中也好 大学也好 他们的话一到下课的话都去会买一杯Coco奶茶喝 然后现在他们都走出国门来到加拿大 来到多伦多这片土地的话 他们一定会很怀念家乡的味道 很怀念Coco毒可 哇 对 顿时就感觉好像有种回到童年的感觉了 没错 那我其实我本人也是经常会在这个国内的时候去喝这个Coco 确实这个奶茶的味道是比较的重宗的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Coco有哪一些明星产品 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Coco跟我们其他的奶茶店有哪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可以 没问题 首先的话我们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从台湾直接运过来的 没有说是像当地采购的一些茶叶都没有 完全是从台湾直接运过来的 对 没错 然后的话其次的话 我们所有的步骤啊时间啊各方面 全部都是按照台湾的要求来做 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红茶的话 它的保质期就只有三个小时 哪怕我们一杯都没有卖 但三个小时以后的话一整桶红茶全部必须都要全部都倒掉 用这种方式来严格控制所有的产品保证它的质量 所以说是这个Coco的一大特点是新鲜 对 没错 对 原材料非常的新鲜 对 没错 对 那么在口感方面呢 跟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奶茶店有没有一些不同 有 必须有 像我们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奶茶店是怎么样的 但至少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像珍珠啊布丁啊仙草啊 都是每天都是新鲜新鲜煮出来的 所以会保证它非常的新鲜 它的口感会非常的好 对 然后 你说 OK 然后的话像我们店里面的明星产品的话 其实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大家会有很多会找到很多 在我们店里面会找到很多他们喜欢的产品 然后 总结一下的话 大家买的最好的话应该会是奶茶三兄弟 为什么是奶茶三兄弟呢 因为它里面有珍珠啊布丁还有仙草 然后再配以香滑的奶茶 所以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丰富的料 然后当你吸一口的时候的话 你会有很多的层次分明的感觉 那么很多的这个人现在呢 不光是关心这个我们的这个食物好不好吃 更重要的是健不健康 对 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喝奶茶好像是会导致肥胖 然后呢 对自己的健康好像也百害而无一利 那么我们的这个coco奶茶 有没有一些营养的价值呢 有 如果说你想要喝一些比较 就是你认为比较健康的产品的话 你来我们店里面的话 我非常推荐一款叫柠檬霸的产品 柠檬霸 对 哪个霸 学霸的霸 对 学霸的霸 为什么说是柠檬霸呢 因为我们不像其他的奶茶店的话 可能说是用一些柠檬汁啊 或者一些调出来的汁啊 我们会用一整颗 一整颗新鲜的柠檬 包括它的果皮果肉 包括它的果汁 一起新鲜压榨到客人的杯子里面 然后再配以醇香的绿茶 来组成了一款新的产品叫柠檬霸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制作过程 是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顾客眼皮底下 是看得见的 对 没错 是全透明的 当你踏入店内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封闭式的厨房 全是开放式的 所以用每一个制作过程的话 客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想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未来 Coco的这个 因为我就知道是去年12月才引进的 那么在这个一个多月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这个Coco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经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说现在目前来说 怎么样的经营的 据我所知 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 远道而来的客人 然后我印象当中最最深刻的是 有一个朋友 他特意和朋友从滑铁炉开车 开了两个小时来这边 然后另外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是有一个旅游团 他们是从爱德华的王子岛过来的 然后他们那天是自由活动 他们刻意在网上找了我们的地址之后 就过来回味一下 他们心中的那些味道 心中的那些发生的事情 哇 真的是酒香不怕巷子生 对很多有这个远道而来专程来去品尝Coco的 这样的一些游客 还有一些这个顾客来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Coco经营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未来 那么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目标 或者是说市场定位 有 其实我想说的还是说是 其实因为它的基础是在中国大陆 有1500家店 所以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人群的话 还是新移民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但是同时的话 我们也想要拓展一下 我们在CBC 或者在当地白人他们当中的 主流社会 对 主流社会 没错 然后我们会以一些 我们会研究一些新的品种 来做一些更符合当地主流社会人的口味的饮料 中西结合这样子的话 会比较适合这个主流社会 没错 那么最后呢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一下 我们近期我们的Coco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优惠 因为马上是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农历新年了 对 没错 必须会有 我们已经有很多波优惠了 但是在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 我们会有更加大的优惠 首先我们会送出Coco红包 然后的话 特别是在2月14号情人节当天 只要来我们店的人你们都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饮品 神秘饮品 对 是在菜单上面没有的 好诱惑啊 听到这个 一听神秘就想说到底是什么 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了 那么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这个Coco的地址在哪里 可以啊 没问题 Coco Scarborough店也是全加拿大第一家Coco店 它的地址是在3300 Midland Avenue Unit 36就在中国银行旁边 然后的话第二家分店的话是在North York 地址是17B Finch Avenue West 好的 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Coco的区域总经理Justin呢 给大家呢带来这么这个比较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奶茶店啊 是吃货的福音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店里面去看一看 然后买一买这个比较这个什么奶茶三兄弟 对啊 明星产品去尝一下 好的 那么今天的活在五点的各位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